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了解台北市的惊喜变化 台北市位于台湾北部 是一座充满百变魅力的国际城市 原住民 闽南人 客家人 新移民 与外籍人口等族群共同在这里生活 今天我们要继续穿越时光 探索台北市的开发与聚落发展 二次大战后日本战败 民国34年日本人将台湾交回给中华民国 开启了战后台湾 民国34年10月 政府废除日据时代的市役所 成立了市政府 民国38年时 中央政府迁移来台 许多跟随政府来到台湾的人居住在台北市 让台北的人口由27万激增到48万 民国56年 政府决定将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 以淡水河和新天西 作为台北市的分界 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台北的范围其实不大 周围是金美 木栅 内湖 士林等区域 当时的市内共有10个行政区 之后政府又将郊区的金美 木栅 南港 内湖 士林 北投等6个乡镇 一一划入台北市 这次台北市共有16个行政区 范围成为原来的4倍大 成为民服其事的全台政治 军事 文化与经济中心 1980年代 政府开始规划开发信义计划区 区内有台北101 台北市政府 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等重要设施 发达的金融商业 伶俐的企业总部 百货商场 使一百年前仍然一片荒烟漫草 渺无人烟的心意商圈 摇身一变成为台北最繁华的地区 1990年代 政府在大直 宗山 内湖 南港段 实行第二次的基隆河节湾取值工程 基隆河是位于台湾北部的河川 也是淡水河的三大支流之一 横跨新北 基隆与台北市 基隆河因为河道蜿蜒 大雨来临时经常造成台北市淹水 在这张1945年的美军地图 还可以看到基隆河原本蜿蜒的取流样貌 河川改道有助于基隆河洪水的宣泄 工程完成后 台北市北边的水患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基隆河取值所产生的新生土地 开发了商场 内湖科技园区 造就内湖地区的繁荣 1990年代规划成立的内湖科技园区 是台湾第一座由民间投资 及政府放宽产业进驻 而发展出来的科学园区 同样在1990年代 还有的智慧型园区 是南港软体工业园区 它的目标是建立台湾资讯的软体 以及资讯密集的工业处所 并逐渐发展为亚太软体中心 在民国79年 台北市的行政区域再度调整 龙山区 双园区 古亭溪须测 以及部分的城中区成为万华区 其他还有许多的改变 16个行政区域重划为目前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 从清朝的陈赖章肯浩开始 台北的万华 大同 中正区域陆续得到了开发 现在行义区商圈 内湖科技园区 南港科技园区 也逐渐的更加繁荣 宣誓着台北市的各个区域都正朝向着现代化迈进 回说过去 在台北城墙还未逐气的年代 这里有的不过是一片荒野 池塘以及墓地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间 靠着人的力量 台北有了今日的便捷与繁华 成为了国际性的大都市 下一个一百年 台北会以什么面貌迎降世界呢 万华 道道城等旧城区 能否留下历史特色 并且发展新的风貌与街景 迎向未来 吸引多边的新区域 能否以永续发展的原则 在商业之外 也兼顾环境的维护 让台北更好 需要所有的台北市民一起努力 才能创造更友善 更宇居的绿色城市 让大家都快乐 谢谢您的观赏 我们这个影片能够制作完成 要特别感谢地图会说话的网主 叶高华先生热情提供地图 希望小朋友好好努力 更加爱台湾 比较高华先生热情提供地图 可思读货地图 比较高华先生热情提供地图